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2024五一档票房 超13亿王一博主演电影票房暂居第一 每年的节假日 看电影成为了不少不想外出旅行的人的一大假日活动 因此也吸引了不少片商定档 在今年的五一小长假 共有8部电影定档 并且截止目前取得了超过13亿元的票房 违和防暴队 根据灯塔专业版统计的数据 截至5月4日14.54分 今年的五一档芯片总票房 已经超过了13亿元 达到了13.12亿元 其中违和防暴队 末路狂花钱九龙城 债之围城 暂列当前票房 含预售前三位 分别取得了3.41亿 2.94亿和2.59亿元票房 表现亮眼 五一档电影票房排名 排名第一的 中国违和防暴队 作为一款动作剧情电影 由刘伟强监制 李达超指导 中国违和警察培训中心防暴教研是原主任 联合国原高级安全教官前进军位顾问 黄景瑜 王一博 钟楚希领衔主演 敖豪特别出演 朱亚文特邀出演 讲述了中国违和警察防暴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故事 这也是王一博再次在五一档出现 在去年的五一档 其主演的电影《长空之王》最终收获了8.5亿票房 这也反映出了其有着不错的票房号召力 间谍过家家代号 白 除了前三名外 票房排名第四的电影《间谍过家家代号》 白也值得一提 作为一部粉丝像动画电影 该片改编自日本漫画家远腾达栽超人气IP 但该片没有太多的观影门槛 故事简单 讲的是一个伪装家庭拯救世界的亲情故事 主打萌合二次元 凭借着可爱的画风和搞笑的剧情 齐豆瓣评分来到了7.6 不错的口碑也让齐取得了 超过2亿元的票房 继续